随着发售时间的临近 关于红绿两家次时代显卡的各项信息可谓是逐渐明朗 每次的爆料也在不断地刷新着玩家们的认知 近日AMD下一代显卡的核心变体也得到了完全纰漏 同时NVIDIA和AMD还将推出突破100T浮点算力的旗舰显卡 至于更加详细的消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由于矿难来临导致不少矿卡流入市场 一时间出现的女生自用99新显卡 可谓是让玩家们难分真假 所以自然而然的玩家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年底即将发射的全新显卡上 而近日关于AMD下一代RX7000系列显卡核心的最新消息就得到了曝光 根据推特用户称 下一代RX7000系显卡核心共计8款 均使用AMD全新的RDNA3架构 采用台积电5nm、6nm混合制成工艺 首先是顶级显卡系列 旗舰RX7970XT将GNAVE31XTX核心打造 为双芯片设计 拥有48个WGP计算机群和96个CU计算单元 共计12288个流处理器 而RX7950XT将基于NAVE31XT核心打造 同样为双芯设计 拥有42个WGP计算机群和84个CU计算单元 共计10758个流处理器 至于RX7900XT则基于NAVE31XL核心打造 仍为双芯设计 拥有36个WGP计算机群和72个CU计算单元 共计9216个流处理器 然后是主流显卡系列 次旗舰RX7800XT将基于NAVE32XTX核心打造 双芯设计 拥有32个WGP计算机群和64个CU计算单元 共计8192个流处理器 而RX7800将基于NAVE32XT核心打造 依旧是双芯设计 拥有28个WGP计算机群和64个CU计算单元 共计7168个流处理器 而RX7700XT将基于NAVE32XL核心打造 仍然采用双芯设计 拥有24个WGP计算机群和48个CU计算单元 共计6144个流处理器 最后是入门显卡系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此系列采用的是NAVE31核心为单芯设计 并非像其他核心一样采用双芯设计 制程工艺是台阶电6纳米 其中RX7600XT拥有16个WGP计算机群和32个CU计算单元 共计4096个流处理器 而RX7600则拥有着4个WGP计算机群和28个CU计算单元 共计3584个流处理器 从目前曝光信息来看 虽然NAVE33核心规格不变 但更为高端的NAVE32和NAVE31的核心规格均有20%的削减 不过据推特用户称 规格方面的调整并不会影响下一代RX7000系显卡性能的发挥 反而性能甚至有望更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艺的精进让AMD更换了配置策略 与此同时 根据推特用户KIMI的消息显示 AMD和NVIDIA将于年底开始的显卡大战 将助力显卡性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有望突破100T浮点的单精度算力大关 而这是本世代RTX3090T算力的2.5倍 更是RX6900XT算力的4.3倍 其身可谓是十分巨大 两个系列显卡的发射时间依旧不变 NVIDIA将于9月或者10月推出新卡 而AMD则是在今年Q3 Q4级度推出新卡 看来显卡大战马上就要来了 那么玩家们更看我哪一家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栏目里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